好的,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回来 那我们在以上讲了本讲的前两个小节的基础上呢 我们将要进入我们整个职业生涯管理 整个知识模块的第四部分 也就是本讲的后半部分内容 在我们前三个部分呢 包括上讲的两部分和本讲的前半部分内容 我们介绍了很多职业生涯管理的 这种基本的概念 它基本背后的一些逻辑 以及它的理论等等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才会真正的来涉及到 组织如何来实现或者实施职业生涯管理 这项职能和这项工作 那在这儿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的区别和概念呢 也是我在整个知识模块开编的时候 讲到的一个概念 我们所讲的职业生涯管理 在我们这本书和这个讲座中 我们专职的是组织为员工提供的 为了员工更好的实践 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管理 所提供的一些帮助 所以因此呢 我们叫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与它相对的呢 还包括个人的职业生涯管理 当然这块呢 不在我们的范畴之内 如果同学们对这块知识比较感兴趣呢 我会在我们整个这个知识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这门客人的知识体系 讲完以后呢 我会在附加的 我们讲座的部分呢 讲到个人 如何进行更加有效的 更好的职业生涯管理 这一部分的内容 将用一讲或者两讲的内容 给大家进行介绍 也是希望帮助同学们呢 更好的实现自己这种人生和事业的这种发展 更好的进行职业生涯的这种规划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职业生涯管理呢 整个的知识体系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分为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发展通道的管理 第二个呢 叫分阶段的管理措施 最后呢 叫实施的步骤和方法 其中 第二个内容 分阶段的管理措施 是与我们上一个小节 所提到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 相对应的 我们讲到了 根据我们年龄段的划分 我们把一个人的 或者一个群体的职业生涯的发展的阶段 分成五个阶段 那么由于这些阶段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这种情况 所存在的差异 所以呢 我们要对不同的阶段 进行这种分阶段 有针对性的管理 以提高我们职业生涯管理的有效性 那么刚才我讲到了 这块内容呢 其实呢 非常零散 也非常的不具体 根据年龄呢 我们也能想到一些措施 因此呢 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介绍的重点 我们把它呢 直接就略过了 正如我上一节讲的 如果感兴趣 如果你对这个 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龄阶段 这种职业生涯管兴趣 你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书 去了解相关的知识 那么在这呢 我们主要介绍 另外两部分内容 第一呢 就是刚才讲的 发展通道的管理 那我们会知道 一个人从进入组织以后 他从刚开始呢 可能会是一个 一般的文员 慢慢的会走向一个 小的这种主管 副主管 主管 将来可能会有机会呢 成为副经理 经理 在这个如果干得好呢 会成为这种部门的经理 副经理或者经理 然后将来有一天呢 会走向某一个职能的 这种总监 甚至会走上这种 VP副总裁 会只会走上 CEO的这个路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管理人员 他的职业发展的通道 他大概会有哪些路径 会让他走向 职业发展的顶尖 那么第二种呢 也有一些人呢 会走职业的路径 他刚进来的以后呢 他可能是一个 助理的工程师 或者是一个间隙的工程师 经过一两年以后呢 成为助理工程师 成为助理工程师 工作三到五年呢 成为这种真正的工程师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中级的支撑 再往后呢 他会成为这种 副高级工程师 将来呢 会成为这种教授级 或者是正高的这种工程师 这个呢 对这个职业的人员来说呢 他也是一个 发展的这种通道 这个发展通道 就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一个人 他怎么从某一个起点 走向某一个职业发展的终点 那么在中中间呢 他到底有多少条 不同的道路 我们怎么来规划和管理 他职业发展的道路 就是发展通道的管理 然后第二块内容呢 我们介绍了 这么多理论的知识 我们要经常介绍 怎么来实施 这个组织生涯的这种工作 我们经常介绍步骤 方法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开篇讲的 我只要提到步骤方法 一定是让这个工作 更加规范 更加有效 然后更加有依据 那么我们来看 发展通道的管理 什么叫职业生涯 发展的通道呢 和极其管理呢 就是指的是 组织为成员设计的 个人自我认知成长 和进兴的管理方案 那我们既然是通道 它也肯定有个指向 它指向什么呢 个人的自我认知 成长和进兴 我相信后两个呢 我们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们之所以会在一个组织 会在一个企业 进行自己的职业生涯 原因 我们所有的人 都有个目标 就是一定要成长 在职位上呢 可能会有一个 进生的过程 这是人本质的要求 本质的追求 人一定是有个 某个目标的 第二个呢 就是组织为员工 指明未来可能的 发展方向 和发展机会 我不知道同学们 有多少参加过 这种大型的 非常专业的 一些大企业的 这种招聘 他们一般会在 宣传自己企业里面呢 会介绍到 我们企业 有完整的 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 告诉你 你如果做管理人员 会有什么样的通道 往上发展 会经过多少年 你会成为副总裁 如果你从事技术 你会怎么样的发展 但是如果你想做技术 后来又想做管理 你会不会有 这样的通道等等 这些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企业 有非常 对你的未来的发展 有非常好的考虑 有非常多的通道 那么你来吧 来自我们这 一定会很不错的 会走向整个人生 职业的这种巅峰 那么这 就是职业生产管理 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这种管理 更多的是对自己 这种实力的一种宣传 那么因此呢 它会起到三大作用 第一呢 是组织吸引 并留住优秀人才的作用 那么我曾经呢 去面试了 有一些非常小的企业 去了以后呢 它不知道 我来了以后 到底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说白了 对很多人来说呢 这种企业 可能是这种池子太小了 也没有那么多的 职业发展的通道 因此呢 这往往吸引不到人 但是 如果 来招聘我了 来面试我的 是一个大型央企 它告诉你 我们这个单位 是个正部级的单位 将来对你来说 有无限的平台和机会 你有很多的不同的职业发展的通道 那么我相信这个组织呢 对一个人是更加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 未来的机会 平台 它的高度到底有多高 因此它会起到吸引 并留住优秀人才的作用 第二呢 会激发员工的内在积极性 挖掘内在的潜能 这讲的呢 指的是 员工到组织以后呢 他发现有很好的职业通道呢 他就会有更高的积极性 他发现我机会很多呀 所以我要积极的工作 我要找 或者是占据更多的这种发展的机会 实现这种小步快步 快步发展 原因就在这儿 最后一个呢 就会高效清除 容易的人员 提高人力资源的这种效率 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呢 因为 有很好的职业的这种发展的通道 很多人都会进步 但是 在我们职业发展的这个通道里面呢 其实呢 不是说 只往上走 也有上有下的 因此呢 就会把一些不合适的人 或者多余的人呢 把它淘汰掉 那么整个职业生涯 发展通道呢 对组织来说呢 会起到非常重要的 三个方面的这种作用 那么来看 既然它们有这么好的作用 那我们怎么来设计 职业生涯发展的这种通道 这里面呢 就有一些模式的问题 在目前呢 我们常用的这种 发展通道的模式呢 有四种模式 当然在我们后面呢 会介绍一种 更加符合的这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呢 叫传统职业通道的模式 这种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刚才取的两种例子呢 都是非常传统的 它进来以后呢 沿着某一条道路 一直往上晋升 或者沿着某一个技术路线 一直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就是一种 非常传统的 职业通道的模式 第二种呢 叫行为职业通道模式 这个强调的 就是一个人的行为 就他可能 来了以后呢 做的工作 或者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呢 有不断提升的这种过程 这是依据 我们会跟他行为来制定的 第三种呢 和第四种呢 我们讲的是这种 方向性的 或者这种通道多样性的 对他进行不同的 模式的划分 第一种呢 叫横向的 职业发展通道 这种横向呢 就很好理解了 你比方说 我之前做技术的 好 我看看我是不是适合 搞管理 搞管理的人呢 我看我是不是适合做营销 我是不是转一转 这个一般呢 叫横向的 职业通道管理 第四种呢 叫双重的职业通道管理 有些人呢 可能是 我们怎么来接着 这个双重呢 可能是有一些 内容的叠加 比方说 既可以横向 又可以向上 我既可以做管理呢 又可以做技术 我是不是把这个 都考虑进来 这种不同的 这种组合 重视的 类型不同 导致了 我们产生了 多种多样的 发展通道的模式 但是这些 发展通道模式 在企业里面 究竟是怎么用呢 实际上 就是说 目前的企业 在设计职业 发展通道的时候 不会是这么单一的 因为现状是很复杂的 人群也是很复杂的 那么这种模式呢 其实是一种 基本的模式 在一个企业里面 对一群人的时候呢 不可能只用一个 肯定是综合起来 使用的 因此呢 我们就设计到一种 更为常用的方法 叫多重职业通道模式 它这种方法呢 更为综合 更为复杂 它基本的是 以不同类型的职业某 划分为依据 对组织内的人员 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的工作类型 设计中 不同的发展通道 这个呢 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看起来 这个概念呢 就很复杂 很综合 它是以职业某 为前提的 对人进行划分 你比方说 有一个人 他是技术性的人员 技术或者功能性的 我们讲到职业某的 五种不同类型 如果一个人 是技术性的 我们为了让他 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给他设计的 一种非常传统的 让他走技术路线的 这种职业通道 但如果一个人 是走管理性的 那么尽量给他 设计管理性的 这种通道 有些人呢 是喜欢新的 喜欢冒险的 那我们不如 让他多做几项工作 看看他究竟喜欢什么 因为他个人呢 也喜欢新鲜的感觉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局上呢 就可以对不同的工作类型 涉及不同的发展通道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依据 然后他的优点呢 也是非常充分的 因为他比较符合 比较复杂 考虑的因素更多 因此他呢 在激发员工的 这种积极性 和潜能方面呢 就更好 然后这个职业流动呢 就更加的自由 你说我不适合干这个了 我可以干别的 不是那么固定的 这种自由度 对员工的发展 本身就是一种激励 他本身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这样就非常好 然后知识呢 也更容易得到分享 这一点怎么理解呢 一个搞技术的人 如果让他做管理 他可能了解这个技术本身 和产品的特性 他管起来就更方便 如果一个搞营销的人 让他去搞这种管理 你会发现他非常了解市场 非常了解客户的需求 这样的就非常好 相应的 他会把他自己激励的知识 分享给他到新的这种岗位 和新的部门 这样整个企业里面的知识 就流动起来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组织呢 也有更多的灵活性 那么这种 多重职业发展的通道呢 有点像什么呢 叫自主选择菜单 就是我到底想干什么 我可以自主选择 那么企业呢 也会给我提供 更多的菜单来供我选择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我在这儿呢 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企业制定的这种 职业生涯发展通道的一个模型 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 专业技术人员 你发现他有 大的方面的三大通道 这一块呢 他可能会走向这种管理岗 主管 副部长 副总 总经理等等 中间这一块呢 主要走的还是这种工程师和高级研究员等等 这种 这种港 是一个专业的这种港 那么在这边呢 会有一些技能性的这种港 那么这些港之间呢 本身 它这种纵向 就有很多的这种台阶 让你发现呢 这个人生很精彩 台阶很多 要过的关卡也很多 你做起来就比较有意思 不是一眼望穿的 同时呢 他们内部之间呢 又可以互动 那么做专业的这种人员呢 我可能有一天 想做做管理工作 可以 那么这些人呢 做技能的工作 可以 技能型的人呢 想成为专业的工程师 也可以 那么整个企业的人才呢 就不断地流动起来了 那么相信这种呢 比固定让一个人 干一辈子某项工作 是更加有趣的 这也是一种 比较灵活的这种 菜单式的这种发展 因此呢 如果你将来要从事企业的 做老总的工作 你一定要注意 有机会 多让大家 试尝试不同的工作 然后让大家感受 不同的工作 也让自己的知识节点呢 在你的企业里流动出来 这样呢 你的企业呢 会充满活力 好的 各位同学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讲 第三小节的全部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